2009年11月3日 美国纽约地方选举揭晓 民主党候选人美籍华人刘纯毅 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对手 当选纽约市政府审计长 成为纽约百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审计长 同时也成为第一个当选纽约市市级公职的华人 审计长是继市长之后排序第三的公职 掌握着审计各部门预算和经费运用的实权 发挥着协调市府运转 监督和平衡市长权利的作用 重要性不可忽视 选举结束后 根据有关民调 有90%的亚裔选民和95%的华裔选民投票给刘纯毅 一向被法轮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刘纯毅 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不仅是民意的胜利 也是纽约亚裔和华人的胜利 更是狠狠扇了法轮功一记耳光 封面的财务 自2008年5月以来 法轮功对刘纯毅的谩骂文章数以万计 今年刘纯毅竞选纽约市审计涨前更是达到高峰 可笑的是 法轮功谩骂中所用的词汇和逻辑 不外乎赤话 新贡等老掉牙的冷战词汇 更让人感到荒唐的是 一个骂刘先生对美国不忠的人 恰恰是中国过渡政府的第一位注册公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 法轮功恶招使劲 最终不但没有阻止刘纯毅当选纽约市审计长 反而暴露了自己造谣污蔑的一贯行律 暴露了与全体华人为敌的丑恶嘴脸 刘纯毅不仅当选 而且获得90%以上的华人选票 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正义力量的支持 反映了华人对法轮功的无情唾弃 这是一个美国的日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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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新亚里和美国的日子 因为一个移民像我 能够成为这种想法 我认为这种想法 我认为这种想法 我们将会与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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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未来的期间和年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